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均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虽然上周五整体是下跌0.38% 但是收盘依然是保持在了7000点以上 收盘是收在7028点 中国方面上海和深圳也有轻微的上涨 上证指数上涨0.3% 深圳上涨0.1% 那么在欧美方面则以轻微下跌为主 英法德跌幅在0.5%到1%之间 美国三大指数也出现了下跌 其中岛琼斯跌了0.9% 纳斯达克跌0.6% 标普大盘下跌0.4% 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没有太大上涨 目前依然是在1569附近 油价则维持在50至51美元上下 而比特币价格再次冲上1万美元大关 目前一个比特币报价为10300美元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是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14天 那么对于澳大利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之后能不能在疫情结束之后能弥补回来呢 那如果我们从1月23号武汉封城开始计算 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封城之后的第二个14天 虽然从目前情况来看呢 这个疫情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拐点 但是呢大家都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次疫情 因为呢不仅仅是中国方面 全世界都因为这次疫情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不仅仅表现在这个经济上 还表现在各个方面 那么其中呢 中国以外地区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可能呢可以说是韩国和澳洲 为什么说韩国呢 我们知道呢 由于韩国的国土面积比较小 因此呢相对来说 它很多的产业或者说是下游的供应链都依靠着中国 韩国著名的现代汽车厂 由于现在的零件 来自中国的零件没有办法能够提供上 因此呢出现了大面积的停产 那么澳洲方面呢 并不是来自于其制造营 我们知道呢 澳大利亚对于中国游客来说 比较知名的呢 就是一留学 二呢就是旅游 但是现在留学生这个签证都是进不来 加上游客签证一个都进不来 因此对于留学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打击 那是相当的大 那么留学和游客所带来的再往上看 那么交通运输航空制造等等再往下看 包括了餐厅酒店 包括一些其他的方方面面 零售业都受到了巨大影响 那么应该说如果这场疫情 能够在三月底之前结束 那么剩下的三个季度 如果加倍努力 说不定还能赶上全年的目标 但是如果这个疫情要拖到六月份才结束 那么剩下一半的时间 要追赶之前的一半 那几乎来说就是不可能 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 全世界的目光都放在中国的身上 希望这个疫情能够在三月底之前得到彻底的控制 我们再来看一下股市方面 虽说这次的疫情非常的迅猛 我们看到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已经超过了当年的SARS的程度 但是股市 全球的股市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暴跌 包括黄金也没有出现太大的上涨 这和我们常人所理解的刚好相同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正常来说 疫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中国大半个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 或者说经济活动 均已经暂时停止 应该说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但是我们看到呢 虽然说这个A股只是暴跌了一天 但从第二天开始就开始了气温 美国方面也是一样 虽然跌了两天 但是加起来的跌幅没有超过4%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全球的股市依然是 从他们相对稳健的走势中 表现出了全球股市的投资者 庄家 对于中国能够控制疫情 还是充满信心的 如果没有信心 那么股市早就暴跌了 同时黄金的价格 目前依然维持在1570美元 也说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就是 现在对于避险的需求 并不是太高 也就是说 大家虽然看到了疫情这个危险 但是认为它是能够控制得住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普遍的认知 导致了现在全世界的主要资金 依然是放在股市上多 放在黄金上少 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个黄金暴涨 因为这将意味着全球的避险情绪在提高 只有当危险增大的时候 避险情绪才会提高 所以在目前 我相信 这次的疫情 能够在未来几周之内 得到有效的控制 那么之后 伴随着更多刺激经济的政策 包括澳洲的降息 包括中国其他的一些利好政策的影响 股市还是能够在未来的三个季度中 继续保持强劲走势 因为毕竟我们知道 在去年年底 中美达成协议这个超级大利好的背景之下 如果没有这次疫情 原本今年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没有这么多的如果 现在疫情已经来了 我们就要面对 但在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太多 避险的需要 因为我相信 疫情最终是能够被控制住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播报的内容 另外我们在这个星期周末 也为大家 墨尔本的听众朋友 带来一场线下的股市 和外汇投资讲座 重点就是说 这次疫情之后 对于单个产品的影响 和对于某些特定行业板块 股市走势的影响 欢迎大家到时报名参加 报名电话就是8658-0602和8658-0603 或者你可以前往我们的官网 3w.gomarkets.com.au 前往上方澳洲中文服务 点击报名参加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